跟大家說個事情吧 這件事情呢 可能昨天你們就已經知道了 對 就是AMD變壞了 大家看看這兩個板子 AMD這次是真的變壞了 A.M.D 學壞了 為什麼說AMD學壞了呢 向誰學的哟 大家是不是還記得你的Z270、Z370 雖然它們的接口都是一樣的 但是它們就是不能通用 然後在TRX40再往上搭配CPU 就是3960以上的CPU 都只能用TR40 也就是說 你之前的2950、2990WX 都要和你的X399一起 朋友再見 那麼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 二斤手中的TRX40和X399它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區別 它們的名字一個是TR4 另外一個是I4TRX4 相較於上一代多了IOE體式的這樣一個裝甲 從上代X39916項背向供電 到現在這一代TRX40變為了16項直出供電 MOS承載都為70A MOS一顆是5美金 也就是說人民幣35塊錢 SoC三項供電用的MOS管也是TDA21472 核心供電的PWM控制器是英菲菱的XDPE132G5C 主板的PWM控制器是IR35204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TRX40整體上都要強於X399 雙升卡控制器 高通的網卡PCIE近似 X399特有的M.2拓展卡 這一代也有 但是在外觀上有了小幅的這樣一個改變 說完了主板 現在我們就要來說一說今天這顆CPU 因為這顆CPU是AMD用來給二斤送冊的 但是呢 有一點讓我覺得絕望的是 到目前為止 離這個解禁時間已經很近了 我在它解禁的前5個小時拿到了它 感到有一絲絲的絕望 但是事已至此了 對吧 你怎麼辦呢 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 所以說今天我們把這顆3960X拿來 我們和3950X 然後再拿它跟10980XE 我們去對比一下它們三者之間的 這樣一個生產力方面的表現 雖然你們已經可能看過了 但是講的人不一樣 就再看一遍吧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待機功耗的狀態下 待機狀態下 開超頻與不開超頻的功耗相差並不大 在19-220之間 但是到了滿載狀態下 超頻與不超頻有著巨大的差距 超頻滿載狀態下 CPU520W 功耗高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看溫度 在室溫26.3攝氏度的這樣一個狀態下 CPU滿載的溫度 你不超頻它82度 超了頻102度 就是在102度的溫度下過不了多久就會關機 這個對CPU非常的不好 建議大家一定不要有小僥倖用風冷 一定要用水冷 不管是一體的還是分體的 好 一定要用水冷去壓它 TNM的製程24和48線程 然後包括它的TTP280W 大家都已經不陌生了 還有128MB的3G緩存 72條PCIE通道 接下來我們看到生產力R15還有R20 整體看下來3960X 領先於3950X和10980XE 10980XE這時看上去 這個位置有點稍稍的尷尬 接下來是Vray比較吃核心的這樣一個測試 但是二斤沒有想到的是 超頻與不超頻的影響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看這個柱狀圖差距還是蠻大 達芬奇CPU8K這個測試 我們可以看到3960X是遙遙領先的 也就是說小夥伴們 如果常用達芬奇這一類有生產力的軟件的話 建議大家去使用AMD 這裡要跟大家說一下一個小提醒 我們這台平臺內存插滿之後 頻率比較難上去 不說了 延遲還是會比較大 所以建議大家在插內存的時候4根就好 在進行遊戲測試之前 而今天要跟大家來說一下 我們所使用的這一些配置 首先因為我們這次的U是AMD送測的 所以說在U這部分我們就已經省下了一部分錢 那省下的這部分錢不手軟 先來8根皇家級銀色3600C16的這樣一個條子 然後這次為了配微星送測來的新的TRX40 我們自己買自己 對不對 店裡面 我們準備了新的魔龍 就是包裝都沒有撕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新新的 然後電源這裡我們這次用到的是海韻的80PLUS GO的1000瓦的這樣一個電源 選擇1000瓦的原因是 因為在現在這顆U是3960X 然後再往後的話會有3970X 然後再往後的話會有3990X 對吧 然後之後的這一些由我們二斤希望 都可以在這一套平臺上去進行測試 所以我們直接選了一個功率比較大的這樣一個電源 以為後續去做準備 那麼價錢是多少呢 也就是 兩個Intel 2U的錢 哎呀不錯地方了 就是怎麼說 因為配置豪華的話 肯定是跟我們其他有關系 比如說優勢送測的 然後這個地方省下的錢 我們就把其他的配置 我們都把它裝好 如果說這些東西都需要我們自己來買 那麼配置肯定是會縮一些的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行它們遊戲的一個測試 之後我們再來看一看遊戲方面的測試 首先我們看到的 依舊是我們的3D Mark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看到AM的傳統在這裡發揮的領域精緻 整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做的這樣一個柱狀圖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各個遊戲 遊戲方面有時候主要是要看遊戲廠家對誰家的優化會比較多一些 但我比較驚喜的是這代TR平台的遊戲表現是不屬於瑞隆平台的 1080P這裡大家就是都知道主要是對CPU要求要高一些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遊戲這樣一個對比 然後再看到之後 最後的這樣一個柱狀圖對比就比較一目了然了 2K方面就是我們的老化依然是要求顯卡會變得要更多一些 所以在幀數方面大家依然可以看一下我們做的柱狀圖 這個會讓大家有一個比較直觀的感受 大家可以來看的參考一下 現在又到了我們的小總結時間 首先我們來說一說這一次的缺點 缺點呢 第一點就是二斤覺得它太貴了 但是這個太貴了怎麼說 因為這一次新優異發布的話 你以前的板子都不能再使用 也就是說如果你擁有以前的板子 以前的優的話 就是你要換 你只能成套的去換 就是學壞了 有點賊了是吧 然後這一點的話其實是讓人有點難以接受 有點難過 然後就是我們之前擁有這些X399 然後之前這些CPU的主 東西就會突然不保值了 然後價格就瘋狂的下跌 就是讓人免不了心有點難過 接下來我們再來說一說優點方面 首先我們這一次的這個CPU 24核48線程 240MB的三級緩存 再加上它這樣一個7nm的工藝 二斤單是讀這些數據 我都覺得就是很讚 就是讚 然後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數據能達成這樣子的話 然後它的溫度還是在一個可控值的範圍內 我覺得吧 就是AMD會給市場 就是它帶來一些良性的競爭 以前我們就認為 我們現在就是這種級別的平台 都是這種工業級別的 但是現在工業級 跨入到了我們現在的家用級別 也帶動了我們自媒體的這樣一些發展 畢竟平台上去了 對不對 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就大家喜大普奔 然後正因為有AMD這樣的良性競爭 讓我們還用到了降價的英特爾 就被迫降價的英特爾 然後我們的硬件的發展 現在也是大踏步的在向前 就大家現在誰想去擠這個牙膏 擠的都不會那麼的有恥無恐 總是有一些顧慮 因為大家就是在互相追趕 所以說二斤覺得 再難過之餘 還是蠻欣喜的 但是希望如果之後再去做一些其他的話 比如說TRX40的板子 它其實不是最頂配的 但是再往上的話 比如說6080就是工業級別的這樣一些板子了 可能是我們接觸不到的 所以說如果在以後 希望不要產品線剛豐富了以後 就傻兒子了 不能用了 媽媽怎麼辦 這就讓人很難過 但是其他都還蠻好的 我覺得這一次還是蠻驚豔的 好 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 感謝二斤所有小夥伴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二斤本期的節目的話 請問二斤點贊三連 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吧